这是大清言商中,阿克战与和珅看起来最亲密的时刻,实际上各怀鬼胎,全谋交易。 阿克战准备放手一搏,是要将和珅所汇二百万两的事情报告皇帝。 和珅深知阿克战极有可能会在狱前告状,决定恩威秉施,提前排除这颗定时炸弹。 他让管家刘全事先准备好一桌韭菜,然后找到阿克战所在的京郊驿站,以东道主的身份向他示好。 这驿站的菜不好吃,我就特意让家里的厨子做了几个菜给你带来。 菜是私厨小丑,而酒则是宫廷御赐。 这酒是关外铜圣金烧锅进贡给皇上的,皇上赐给我两盘,特意带来,给你尝尝。 下官实不敢当。 自家兄弟,不说这个。 放低身段做足姿态,和珅这般有诚意的示好,连阿克战也有点受宠落惊,直到火候到了,和大人开始疯狂誓恩。 那天,皇上钦点你为扬州严正,我就想请你。 和珅这是在提醒阿克战,当初他能出任两怀严正,全靠自己举荐,意思是阿克战还欠着他人情。 阿何大人,阿某一介五福,本该向何大人去请安。 和珅赶紧出手制止,他实在听不进去老阿的客套话,再次将话题拉回到二人的关系层面。 和珅强调二人均为其人,说到底都是皇上的奴才,现在既然同朝为官,以后要更加亲近一些。 这话阿克战也深意为然,就在一切按照和珅的剧本上演时,意外发生了。 阿哥战不开心了,毕竟他也是一城出身,和珅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失言。 这个小小的意外打乱了和珅的谈话节奏,但是很快他又将节奏掰回来。 和珅一边吩咐刘泉,不要让任何人打扰,一边接着这个意外事件,将话题引到正式上。 你看,连这驿站,都以为我何某天天在家,是花天酒地。 他们哪里知道,我何某想当年跟着何亲王在陕西那会儿,是什么苦都吃过。 那是,那是。 现在在这个位置上,多少的事。 都不能由这性子。 阿哥战当然明白,和珅这是在提醒自己不要任性胡来,老阿意识到,自己当然可以直接举报和珅,但是这样一来,不仅让朝廷颜面荡然无存,更是不负责任地将难题丢给了皇上。 想到这一层,阿哥战变得无比苦涩。 就在他举旗不定的时候,和珅使出了第三招,示威。 面而面圣的事,我都帮你安排好了。 很显然,和珅是在暗示阿哥战,无论他跟皇上说什么,宫里的眼线都会通知他。 只要一次性搬不倒和珅,那么倒的就是他自己。 这番话说完,阿哥战再无跟和珅作对的心思,因为举报和珅就是让皇帝为难。 严瞅着阿哥战已经上岛,和珅提出了自己的交换条件。 你要有什么苦处难处,尽快告诉我。 下官有一件事,想冒密地问一句。 这拳武爷,您老认识吗? 拳武爷是管家刘拳的人,和珅虽然知道但没见过。 如果说认识,以后拳武爷出事就会攀扯到和珅。 如果回答不认识,这个奴才的奴才就不能再用了。 但和珅何许人也,他的话术简直无懈可计。 阿大人,你明白,我家里人多,奸得差事也砸,我不敢说我不认识。 阿哥战瞬间瞄懂,拳武爷就是和珅的人。 虽然和珅嘴上不承认,但是也意味着自己不能动他。 拳儿。 老爷。 把这剩下的菜别浪费了,带回家,咱晚上可以再吃。 正。 吃不了就兜着走,这是和珅最后的暗示和警告。 阿哥战深深地看了对面一眼,不寒而栗。 第二天,老阿揣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去见乾隆,刚到门口,和珅的安排就应验了。 阿大人,您这趟来得及,皇上实在是分不出功夫,只有早晨这一会儿,您得都体验了。 我明白,明白。 阿哥战来了。 老阿平复了一下心情,恭恭敬敬地给乾隆叩头请安,而这一切都被和珅的眼线尽收眼底。 皇帝让阿哥站坐在他对面,很关切地让他吃早点。 阿哥战哪有心情吃东西,可军命难为,不得不拿起一块点心,小媳妇时得一点一点塞进嘴里,脸上分明写着心事重重四个大字。 白头发没见少啊,雄心壮志还有吗? 辉煌着,都还好。 嗯,多替朕用点心。 寒暄完毕,乾隆也不理他,自顾自地看起了奏折。 没了帝王的凝食,阿哥站这会儿突然不紧张了,吃东西的速度明显加快。 就在吃完第一个包子,准备吃第二个的时候,瞥见他小动作的乾隆发生了。 吟入海的案子查得怎么样了? 阿哥站赶紧放下包子,立刻从绣筒掏出吟入海的那父子,一旁的太监也迅速走上前来,帮着将他展开。 男人一文则不知半文,虽然阿大人什么也没说,但乾隆瞬间就清楚了前因后果,毕竟这九个字足够说明问题。 我怎么成了昏君呢? 圣诚英明慈祥,万民拥戴。 君不密则失臣。 君不密则失臣,臣不密则失身,臣子假如说话不准密会祸害自己。 乾隆是在提醒他要认真奏对。 这自有骨头。 引得人是死贱。 他什么都没说,圣诚把这块骨头给咽下去了。 软骨头。 乾隆怒了,在他看来,尹如海是个不作为的清官,但却和探随宇宙奥秘的孙连城一般无二,根本配不上死家二子。 不拿钱就够了。 那朕交给他的差事,说扔就扔了。 乾隆越想越生气,尹如海搏了个清官名声,但是他一瞒扬州掩误亏空,却害得自己成了昏君。 再看这副字更是怒从心中起。 逃兵,这是逃兵。 阿克战你别跟我申请。 他一如海把自己修得那么清白。 与大清合用,与朝廷合用,与朕合用。 王长,荣辰三个月,一定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。 阿克战的军令状,让圣路中的乾隆渐渐冷静下来,平心而论,扬州掩误盘根错节。 想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彻查清楚,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 这趟北京之行,阿大人败得体无完肤。 和珅他不敢动,乾隆又下了死命令,似乎只剩下欺负岩商一条路,那么阿克战将会如何折腾? 这个咱们下期接着浪。